所以若以慈放 休息断除 先断建火 利三途因 灭三途苦 断建火 建思烦恼 建火里头 第一个是神经 真真觉悟了 不再执着生死自己了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求生进度 如果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搞明白 对身体不重视 我们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 为什么有人往生走得那么自在 不需要忍住念 住念有好处 也有负作用 不能不知道的 不如法就是负作用 真正如法的祖念 到哪里去找 映光大使在文朝里头 讲了很多 祖念的时候要如法 决定不要碰 往这的身体 不要去摸这个地方热不热不热 不要 这都是大行者 这都是大行者 可是像这些话 没有人听呢 王者是不是真的到极乐世界 没人知道 祖师大使大使大使 我只有在一种情形之下 他正如是 什么情形呢 林宗那时候 他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阿弥陀佛来了 我跟阿弥陀佛去了 这正如是 这一点都不错 其他的 头顶发热 经上讲得很清楚 深天的人 头顶都发热 所以 临终最后 这个暖气 就是热 从顶上消失 这人生天道 这个可以断定 是不是往生净土 不能断定 天道很多 说四王套利 这是大的 当中还有层次 那要看你修的多大佛宝 你到哪里去 在佛门当中 修的佛宝 一般都是四王套利 佛门中 佛宝大了 洪护佛法 这都是大佛宝 所以 这个剑丝 我们虽然没有断 但不 我们走的时候 没障碍 把这个事情看得越淡越好 那我们 在第一生当中 帮助别人 好事情 我们走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帮助我们 不要指望 这是最好的 指望临终的时候 有人帮助我 临终的时候没有什么办法 那你到那个时候 奢望 奢望就白云 心里就不高兴地散途去了 这很可怕了 我们送往生帮助别人 诚心诚意帮助他 我们自己走的时候 不依靠别人 这个心呢 要坚定 那么能做到 当然能做到 摆在我们眼前的例子 榜样 增长了我们心心 过来这样 真人真私 做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送他 哈尔滨吉洛寺 第二次开戒的时候 休无事往生 你看他多潇洒 那是有人送他 他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二 佛来接应他 什么时候 等于说联络好了 到时候 他向 谈讯法师要求 派几个人 送他 真的不是假的 这四十年前 我在佛光山教书 将军乡的老太太 欲知识之 站着往生 没告诉别人 他连他儿子媳妇 都不说 什么意思 我们懂他 说了 他找麻烦吗 怎么你往生了 这不是大行差了 把他心思搞乱了 不说 不说 真高明啊 往生走了以后 你才晓得 站着走 我们在美国 旧金山 干老局势的一个朋友 也是个老太太 在旧金山往生 不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老太太 坐家室 每天早晨 给家里人 烧早饭 这天早晨 大家起来 老太太 没有做早饭 推她的房门 美国老人的房门 是没有锁的 一腿就开了 老太太盘腿 坐在床上 叫她不答应 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没人知道 他留的有遗嘱 而且把儿子媳妇 孙子的校服 统统做好了 摆在床边上 你看 至少三个月 他做那么多衣服 也死不露 这样走才叫潇洒了 如果我们在道场 道场人徒 往生欲知 实质 可以给大家 增长信心 可以宣布 让大家来欢喜 欢欢喜喜 送我生 决定不许可 摸这里 摸那里 这不许可 这个我觉得 英光大师的教会 我们要遵守 决定不准 转发 不许可 俩 我 都 换